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 外因因道甲丝酵母菌病 外因因道甲丝酵母菌病啊 这种病原体 是一种甲丝酵母菌的病原体 其实说这个 说的很绕口 大家有点听不懂 我们老百姓常说的 有两个名字 一个名字叫 梅菌性阴道炎 一说梅菌性阴道炎 大家很多人都清楚 还有一种呢 我们叫念中菌性阴道病 现在叫甲丝酵母菌性阴道病 其实是一回事 所以大家一听这个疾病 就知道 就是原来说的原来的 那个梅菌性阴道炎 外因因道甲丝酵母菌病 它的病原体 是甲丝酵母菌 也就是遗忘